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一直以来呢,海棠花都是极受喜爱的一种花卉 因为它的观赏性极高,花期也极长 其中的求根海棠呢,更是海棠之中的翘楚 尤其是这种附半的海棠 因为它有茶花之姿,所以的话呢 在很多时候呢,也被叫做茶花海棠 求根海棠通常呢,花比较大 有附半和单半之分 附半呢,通常有8到10厘米的样子 单半的话呢,就更大了 打开以后呢,超过12厘米 和普通的海棠比起来呢 单花呢,看起来极为美丽 区别求根海棠和普通的海棠 四季海棠呢,非常容易 因为求根海棠呢,它全株呢,都是毛茸茸的 你看它的叶子,杆子,上面都有一层毛 而且呢,是长形的 叶子呢,相对来说是心形 那普通的四季海棠呢,是光的 叶子是光的,杆子都是 叶子通常呢,比较圆 从花上来看呢,求根海棠的花呢 通常呢,都有这个美丽的皱边 四季海棠呢,就是圆圆的 如果你想让你的求根海棠开得更大更美的话呢 有一个小窍门,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窍门 一般呢,求根海棠一枝花呢 上面是两朵花 雌雄同枝 你看到这朵美丽的大花呢,是雄花 雌花呢,在它的后面 那这枝上面的雌花呢,被我摘了 我找一枝给你看一下 这个 前面开的这个花呢 附伴的是雄花 那这个旁边的这个呢,是雌花 你看,它后面呢,带一个种甲 你看,这朵呢,还没有开 这很明显,前面的这个大花苞呢,是雄花 后面呢,是雌花 雌花后面呢,你看,就带着一个种甲 通常在这个时候,假如我看到的话呢 我会把这个雌花呢,摘掉 轻轻一摘就下来了 那摘掉以后呢 这个熊花呢,就能开得又大又美 同样,你看这个 这个居然有两个雌花 一般这种情况不多,通常呢,都是一个 同样,这个呢,也是把这两个摘掉 它开出来的呢,就成倍大 你看,这个呢,是我之前摘掉过的 这个花呢,差不多有接近十厘米 没有摘的呢,就小很多 你看旁边这个,因为旁边这个雌花呢,没摘 它花就开小了很多 好了,眼前的三朵呢,做个比较吧 这是摘掉雌花的熊花 这是没有摘掉的,这个呢,是雌花 在雌花的后面呢,你看,有种甲 如果你早一点摘掉雌花,不让它长种甲的话呢 不但花呢,可以开到大一倍以上 因为不长种子呢,花呢,它有更多的能量呢,去开花 这就是今天的小技巧,小窍门 如何让你的球根海棠开出更大更美的花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